哈喽大家好,今天咱们用猪肉搭配胡萝卜来分享一个好吃的 首先将猪肉切成块 半根胡萝卜切成块 半根莲藕切成块 将它们一起放进绞肉机中 将它们搅成末,不要搅太碎,有点颗粒感口感会更好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一个大碗中 加入葱花,尿酒 生抽 老抽 黑胡椒粉 香油 淀粉 将它们搅拌均匀,腌制20分钟 准备一叠饺子平 几张放在一起将它擀开,稍微擀大一点 然后勺上一勺肉馅 不用包饺子,中间跌紧就可以 锅贴就做好了 平底锅热刷油 将锅贴放进去 小火慢煎 煎至底部焦脆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再加入小半碗热水 盖上盖子,焖5-6分钟 再撒点黑芝麻 葱花 真的是满满的肉香味 饼皮均匀剔透 里面的肉馅也非常鲜美 外酥里嫩 特别的好吃 想吃的话就赶紧试试吧 喜欢记得关注我哦 谢谢大家